不知不觉,这秋风节气又要到了 这个时候口感脆甜 鲜美多汁的萝卜大量上市了 今天咱们就用萝卜做一道硬鸡菜 牛肉炖萝卜 那么如何让牛肉无三味 怎么把牛肉做的最香 接下来的步骤 你可要看好了 首先准备一块牛的内条肉 先把它切成大块 把块切的大一些 这样的牛肉炖出来才会更香 全部切好装入大碗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来一小勺盐 上手给牛肉清洗干净 加入盐 可以使牛肉中的血水快速的渗透出来 这个也是去三味的关键之一 洗好后 冷水下入锅中 给牛肉焯烫一下 加入几片姜 再来少许的料酒 水开后 给牛肉煮上两三分钟 顺便把锅中的浮沫给它去掉 给牛肉焯水的时候 一定要用冷水 如果用热水的话 牛肉中的蛋白质 就会迅速的凝结 这样里面的三味就出不去了 两分钟后 给牛肉装回碗中 倒入温水 这个时候切记啊 一定要用温水 给牛肉身上的浮沫 彻底的清洗干净 洗净后 装入碗中 放到一旁 待用 接下来 咱们准备一个萝卜 这个萝卜和牛肉的比例 按照一比一来 就行了 今天呢 我用的是东北大红萝卜 用了这种萝卜 味道 会更好 咱们先给萝卜去皮 然后 给它切成厚片 再切成大一点的四方块 块的大小 比牛肉稍微小一些 就可以了 接下来给萝卜焯水 开水下入锅中 给萝卜焯烫一分钟 现在的萝卜刚上市 没有经过较长 所以说萝卜一些不好的气味 还是比较足的 咱们有必要 给它焯一下水 接下来准备两片山楂干 一点点白纸 加入清水 给它清洗干净 加入少许山楂干呢 可以使牛肉 变得更加的愿意酥烂 少许的白纸呢 可以去掉 牛肉中一些酸味 这两种香料 一定要少放 咱们最终的目的 还是要突出 牛肉的本味 接下来再重新 烧一锅开水 下入 焯烫好的牛肉 再把山楂干 和白纸 下入锅中 盖上盖子 中小火 炖 一个半小时 时间到了 我打开看一下 这个时候的牛肉 闻着 真的是太香了 接下来 把萝卜 下入锅中 咱们在炖牛肉的时候 一点盐都没有放 如果先放盐的话 牛肉 就会发肠 咱们开始炖萝卜的时候 才开始调味 接下来 锅中 加入适量的盐 来上一点枸杞 给萝卜 再炖上20分钟 现在时间到了 牛肉和萝卜 同时 变得酥烂 最后加入味精 增鲜提味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伸出您发起来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味精搅匀后 美味 既成 撒上一些香菜 这道暖心 又暖胃的牛肉炖萝卜 就做好了 喜欢这道菜的朋友 不妨把我的做法 收藏一下吧 点击我的头像 还能看见更多的 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关注老洋美食 让你天天 做好菜